日本一直在我们心中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存在 极端的礼貌和适度的冷漠 一直引领着世界的科技创造 却坚守着自我的传统 拥有着这世界上最巨型的城市 却又隐藏着最深忧的一份孤独 它又温柔隐忍又张扬跋扈 但无论它怎么矛盾 所有的一切好像都只像了两个字 极致 在这里够尖端的发明和创作 够完美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 是人们一直在精心追逐的 我们也想带你们看看 这个矛盾和极致的共同体 是怎么用这种独特的感染力 影响着自己狭小身躯外 广大和浩瀚的世界 这种独特的感染力 我的肚子还是不厉害 两年前 家中脏乱 没有存款 刚刚丢了女朋友的左左墓 为了振作自己 去了欧洲旅行 在旅途中 她听到了极简主义者这个概念 没想到这个词语 彻彻底底地改变了她的人生 今天我们来到了她位于 品川区的二十平米的小家 看了看 只有两百件物品的人生 是否会让人变得更加简单和快乐呢 welt有个 theories 我名叫佐杰伟雄 文雄 翻译者 而且 内容�导致 2年 开玩笑 让我们 两百人 保持多利化我仍然得到得到的 幸せ的 很多人可能 多久的複零 在 我我自身的熱欲 我好像很有趣 我很多人都在 涼了 但我只是想要 我真的想要 我只是想要 我想要需要装 hid 我 PvdA 所謂不敢と思不批准 我可能欲 Mountains在 rot 但可怕 сы就像 今晚安 甚至的是 那时候 我需要 我認為 不過 珍ż 是 我有 被 我看到了